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都网点评 爱丽丝 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遭到美国持续封杀 在一年多日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经过了三次调整 制裁范围和力度大幅提升 华为承认遭遇严重困难 求生存是公司的主线 美国之音报道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承认 在美国全面制裁之下经营有很大压力 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 其打压华为干扰全球供应链的政策 郭平在华为年会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美国已经第三次修改了其制裁措施 而这些措施的确令到华为的生产和运作 带来巨大挑战 今年8月 美国政府将原本的限制措施 扩展至全球 要求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国晶片製造技术 和设备的企业都必须停止向华为供货 分析指 这样几乎切断了华为公司所有的晶片来源 报道指华为手机使用的麒麟晶片 是由台湾晶片製造商台积电製造 自9月15号起 台积电将依据美国政府的限令 而停止向华为供货 华为亦都表示 从9月15号开始 将会停止生产华为高端手机 使用的麒麟系列中最先进的晶片 分析师就估计 华为主存的麒麟晶片 明年就会用完 而消费者就担心 华为的手机业务 即将结束而抢救华为手机 某些款式的手机 更加涨价500元人民币 晶片禁令不单只影响华为 还对美企 甚至是其他地区的晶片销售 都有巨大的限制 华为表示 希望美国政府重新考虑政策 如果允许 华为还愿意采救美国晶片 坚持全球化供应链 美国上个月表示 将会推动静网行动 防止中国的应用程式和通讯企业 获取有关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信息 华盛顿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显示出 任何放宽对华为限制的迹象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 韩十字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